二代健保的第一份检讨报告指出 卫生福利部设立的总检讨小组 建议提高门诊费用 把现行门诊的部分负担 从固定金额改为用医疗费用的一定比率来计算 那换句话说呢 如果用20%来算的话 民众直接去医学中心就医的话 门诊的部分负担可能会从现行的360元 增加到554元 涨幅将近5成4 而如果是重病的话 医疗费用比较高 那门诊的部分负担更会暴增数倍 看一次病可能要花费上千元 不过呢 卫福部回应 这个方案现在还在严明阶段 会不会实施还需要讨论